吴尼朗 米尤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8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来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 鼓励地方青年投入地方创生行动 花联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向中央争取金贝 并且获得国发会核定设置 回篮海石青年梦想馆 不仅活化了公有建筑的空间 未来更将发展成为花联地方创生 以及创业的聚落 有效培育地方的创生人才 新兰许正会特别协同设计厂商 与青年发展中心 执行长明亮争会刊 回篮海石青年梦想馆 新设厂子 新兰许正会仔细聆聆听设计团队 对于厂馆设计的理念 期盼未来新建青年馆设开放之后 能够吸引更多花东返乡青年回旧返乡 他表示未来花联新政府会持续陪伴 花联创业青年成长 也欢迎青年朋友们常来新创基地 聊聊未来的梦想 期盼学会表示 近年来不论工部门 以及民间积极推动数位转型 厚执数位人才 回来的海石青年梦想馆 将协助在这青年创业 以及小微创业的部分 做电商平台或网络通路资源 导入与辅导 同时也协助团队在影片上平面 数位资料素材的建立 另外也积极透过YouTube 建立花联线在地多元丰富的软实力 协助打开创业者的听觉经济 以及视觉经济通路 前方中心执行长明南正表示 梦想馆的整体营营规划 未来将会卓助在连接地方 创生与协助青年回忆的两大主轴 以海洋创生以及石头创生两大领域 倾听发展花联地方创生 以及创业的聚落 并且同时密集展开 办理课程 新青年返乡留乡 培育创生人才 新生的回来海石青年梦想馆 为花联市海岸路17号 拥有全时开放增加利用频率 采观学员优势地理环境 以及预发展产业的聚落 产业链等三大优势 未来更会整合临近的新创阶梯 丰富的软银艇设施 后着地方穿越动能与人才 产生经济效应 推动地方穿越的事业 谢谢各位 华世伯老